今天有一個LINE的好友問了我一個問題 他說自己寫了一些名言家具 結果很快的馬上就被抄到別的網站 或是被貼到別的粉絲團去 然後他問我說這個文字的東西有沒有辦法 讓人家不要那麼容易就copy走 那我想問你這個問題 如果是你的話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嗎? 事實上是很難 因為文字的東西 電腦化網路化又這麼多攝取媒體 天下文章一大抄 即使是不是網路時代的過去 也很容易被人家用手寫的方式就拷貝過去 更何況是這個時代 電腦只要一複製一貼上馬上就被扣走了 這個已經沒有什麼原創的問題 原創已經不存在了 或者是說如果你可以寫一大段的文章 或是一整篇的文章 那還比較可能 其實也很難 如果人家要整篇複製過去也一樣 所以我跟他講說 最好的方法目前就是錄影片 再其次就是用圖片 然後在圖片上面打你的字 然後再加上你的浮水印 或者是加上你的那個簽名檔 那人家就比較不容易去創改那張圖片 那如果是錄影片當然是最好啦 其實為什麼我很喜歡錄影片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們都是上帝創造的 那即使是雙胞胎 也沒有人可以長得完全一模一樣 那一般人呢 不會 不太可能去找到一個跟你長得一模一樣的人 所以我喜歡錄影片 那影片錄下來呢 這張臉 這個身體 沒有人會跟你一模一樣 沒有人會跟你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想法 什麼好的名言家具啊 或者是有好的idea 好的knowhow啊 你都可以把它錄下來 尤其是其實現在手機很方便嘛 那像現在我今天在 我今天到健身房來 然後手機拿起來 我後面就其實我的手機後面是白水壺 給你們看一下 我其實是把手機放在 放在水壺 靠著水壺 那我就可以錄影了 走到哪邊都可以錄 所以只要有好的想法 你就把它錄下來 那如果你還有其他相關 網路行銷方面的問題的話 你都可以直接回覆給我 我每天晚上八點 我會集結一下 每個line上面的好友問我的問題 然後把它錄成影片 給你解答 謝謝 請繼續鎖定每天的網路行銷八點檔喔 光顏亮 一很多小 informing 我今天怎麼一次 輸入不兇 好 感谢观看